不過就在2003年的4月1號 香港娛樂圈卻傳來了 張國榮跳樓自殺的不幸消息 桃子有打電話 他說Roger你有沒有聽說 那個哥哥的事情 我說怎麼了 他說聽說他跳樓了 我還跟桃子講 我說你不要開玩笑 我說這種玩笑不可以開 我還跟桃子講 他說我說現在4月1號 應該是香港那邊八卦媒體 傳的消息 那桃子就跟我講說 他說你可以不要把我去求證一下 因為他們不敢嗡那個新聞 他們也怕嗡出去了 萬一是好像愚人節 那不是很不好 對不對 那我跟桃子掛了電話之後 我馬上就打到香港去給他助理 他助理一接電話就在哭 我想說完了 張國榮出病的那一天 臨車緩緩的行駛在香港的街頭 有多少人寧願相信 這只是愚人節的一個大烏龍 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就看到電視播出品 我看到他那個車子開出來 然後看到他的照片 在家就崩潰了 我就在家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我就看電視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在家很久一直哭 然後剛好這經紀人打電話給我 我在電話裡就一直哭 我就講不出話來 因為那個畫面 你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忘吧 如果他是因為生病 可能就不會那麼難過 可是因為他的過去 他的趣事是意外 那難免吧 張國榮為什麼要自殺 眾錯紛紜 港星鍾楚紅曾經向媒體透露 在悲劇發生之前 張國榮的舉止 其實已經出現了一些徵兆了 我曾經跟張國榮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鍾楚紅聊過 鍾楚紅很少會對外談這個事情 因為他本來也很低調 他當時有提到就是說 張國榮後來就是自殺前的那一段時間 情緒方面的確陷入一種非常嚴重的混亂 那當時鍾楚紅講說 他曾經幾次 尤其是到後來 他很多次接到張國榮的電話 但是他講的內容 那個時候鍾楚紅聽起來 就覺得他想太多了 那就會勸他說 這東西你不要想的嘛 那要不然去看醫生 就是可能當時鍾楚的印刺是覺得他沒有想到他這麼嚴重 在他周圍的朋友都覺得說 張國榮他不可能會去自殺 他為什麼要自殺 對不對 他的感情生活也好 他的演藝事業也好 一切都很順利 為什麼他要去自殺 那難道他是生了病嗎 那生病是什麼樣的病 是憂鬱症嗎 或是有其他就是我們都不曉得的事情 所以很多傳言在傳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死者偉大 人都已經走了 就是他的好朋友也都希望這一切的謠言 在他走了之後畫下去 有太多人不相信張國榮會想不開走上絕路 當時香港娛樂器人會聲會影 才傳出了一些未經證實的說法 比方像是張國榮生前拍的最後一部電影 《異度空間》 在劇中有不少靈異的情節 有人說張國榮其實是撞邪了 我們的腦就從各種不同的途徑均立信息 而這些信息裡面 就包含了有很多的神神怪怪 其實這些神神怪怪的東西 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 張國榮在拍《異度空間》之前 他逐漸就有憂鬱症的問題 就是情緒會時好時壞 那一直到拍《異度空間》 也就讓他整個憂鬱症 是陷入一個最嚴重的狀態 當你情緒過度投入之後 你很難去控制自己 那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讓他的憂鬱症更加的不能夠收拾 經紀人後來證實 張國榮的確罹患了抑鬱症 他在遺書當中提到 在過去的一年來過得非常的辛苦 他已經不能夠再忍受了 他謝謝他的家人還有唐先生 根據了解 在張國榮遺產當中 他最愛的唐先生繼承了兩億的港幣 我聽過一個說法是他一個好朋友跟我講 就是說其實他已經都部署好 之前把一些有寫了幾封一書 有交代一些事情 那就是告訴他說他想要離開這個世界 然後就是教他自己要好好怎麼樣 他說留給他很多的一些 包括外幣啦港幣就是放在信封裡面 為了紀念張國榮香港的蠟像館 特地為他製作了一尊栩栩如生的蠟像 彷彿這位影韓巨星從來沒有離開過 東南產業新聞 送我們報導